来一起来领会其中的精髓愉快速度快感内容时效 这么快啊 来掌声有请你们谢谢 哈喽各位亲爱的伙伴大家好 这个时候天气会有点冷对不对 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我们在露天里面进行这样的活动 跟我们出去拜访顾客是非常像的 各位在冬天的时候如果早上起床的时候 你要起床的那一刻容易还是不容易 哈喽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如果你没有听过我的课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到 当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在分享的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快速的融入在这个课程里面 当你自己融入了越多你得到的收获就会越大 有一个人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汽车销售业务员 他的名字摆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 他的名字叫做乔吉拉德 乔吉拉德现在非常的不一样 当我们一般人在冬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冬天早上第一响我们那个闹铃一响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会做什么事 哈喽做什么事 关掉闹铃很好 第二个动作呢 盖上棉被 第三个动作呢 继续倒头大碎 是还不是 是 OK有这种习惯的人 诚实举手 OK好 Thank you 刚才没有举手的人是假装没有这种习惯 对吧 对 成功非常重要 第一个做到七个字叫做 假装做到好像是 当我们很多人早上起床的时候 很冷我们暗掉落铃 我们拉上棉被 我们继续倒头大碎 可是这位全世界最伟大的汽车业务员 他的名字被摆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 他卖车卖的时间卖了15年 从西元1963年卖到1977年 前后15年的时间 他卖车卖了1300一辆车子 那么15年里面的最厉害那一年 1973年光是一年 卖了1425辆的车子 各位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记录 如果星期六星期天不算的话 扣掉星期六星期天 一年我们就工作250天 1425辆车 除以250天 等一天平均可以卖六辆车 而这六辆车从哪边开始的 从每一天早上起床开始的 他住在美国的底特律 冬天非常的寒冷 当早上冬天大家起床的时候 按掉闹铃 盖上棉被 倒头大碎的时候 乔吉拉德先生 他不是做这些事情 他是买那个特大号的闹铃 那个闹铃一响了之后 刚开始是 嗶嗶嗶嗶 再来是 嗶嗶嗶嗶 再来是 嗶嗶嗶嗶嗶 搞得全家都起床 他不得不起床 因为全家如果不起床 就把闹铃拉掉 把它盖起来的话 怎么样 大家就没办法睡觉了 所以第一个 他没有按掉闹铃 他的动作跟我们刚好相反 各位请注意到 真正你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家庭上有所发挥的人 你的第一个动作非常重要 你的第一个动作 已经跟别人都不一样 举个例来讲 很多的老板 当你赚了钱的 有钱的 大部分的老板 会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先换什么 房子 第二个 再换什么 车子 可是没有换什么 脑袋 所以如果你今天换了房子 换了车子 可是你没有换 脑袋 你的车子 你的房子 还是会怎么样 不见 规定这件事 所以你的第一个动作非常重要 很多老板 当他有钱的时候 他不是换房子 换车子 他先什么 他先提升整个公司 集体的培训 他先把员工 送来参加MBA大讲堂 他先要求员工 每天要收看 MBA大讲堂 去做学习 所以各位 我们再来看看 巧吉拉德 他第一个动作 他没有按掉闹铃 第二个动作 他没有盖上棉被 他掀开棉被 第三个动作 他就跳下床来 然后就喊了一声 很重要 冬天冰天雪地 那么冷的天气里面 他跳下床来 告诉自己一句话 一定要有人 为我今天早上 这么早起床 而付出代价 所以各位想象一下 如果你今天还是一个 基础的业务员 你今天在外面 拜访顾客的时候 冬天冰天雪地 你踩着你的自行车 在外面拜访顾客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不管雪下的多大 你要铺在自己的脸上 一定要告诉自己一句话 一定要有人 为我冬天还在骑自行车 脸上铺上雪 付出代价 是还不是 谁必须为你付代价 你下面旁边左右那个人 伸出你的爪子 手还在吗 握着旁边那个人手 抓着他快 抓手 跟他讲 你要为我付出代价 对 哈喽 生活里面很重要 你随时都要注意到 一个价值的提升 我们在生命里面 今天来想 什么是这个社会 真正的实际的存在的状况 那就是价值的交换 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Money and you 作为一个国际课程 在全世界各地 已经27年来 我们努力在提升的 就是如何提升事业的价值 如何提升生活的价值 如何提升家庭的价值 我们举个例子来形容 价值是怎么一回事 各位 有三个人 一个是理髮师 这个理髮师呢 他呢 自己会剪头发 对着镜子剪 所以他头发是好的 可是啊 他身体是破破 就是衣服啊 破破烂烂的 然后他的鞋子呢 也是破破烂烂的 那么跟他住在一起的 还有两个人 另外谁呢 是一个洗衣服的 这个人会洗衣服 会补衣服 但他头发呢 是乱七八糟的 衣服呢 自己会洗会补 所以弄得怎么样 干干净净的 但是他的鞋子怎么样 也是破破烂烂的 另外一个 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呢 是一个补鞋子的 这个补鞋子的呢 只有鞋子 自己是好的 可是头发呢 是乱七八糟的 衣服呢 是乱七八糟的 好吧 这三个人住在一起 因为呢 那都是身体呢 没有弄好 从头到身体到脚 都是呢 各自有两个地方布整 对不对 没有弄干净 没有弄 所以就住在一起了 就没有办法 出去工作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想说 如果头到脚 都可以弄好的话 不就可以出去 出去工作了吗 所以他们就很想去做 可是没有钱 为什么没有钱呢 因为如果你要理头发 要付多少钱 一块 你要洗衣服 补衣服 多少钱 一块 如果你要修鞋子 补鞋子 多少钱 一块 所以他们各自 等着需要一块钱 可是身上 没有这个一块钱 这时候怎么做呢 这个理头发的 他的亲戚 就拿了两块钱给他 借给他 了解是吗 为了让各位更清楚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找 三位非常勇敢的朋友 有没有哪三位朋友 让自己出现在 全国电视观众朋友的 面前的 用最快的速度 三个人赶快 好 各位 给三个三个 老伙子跟小伙子 那里掌声鼓励一下 OK 来 所以呢 我们就有一个理髮师 这个的确 头发非常标准 我们有一个洗衣服 补衣服 OK 我们有一个呢 这个修鞋子补鞋子 OK 这时候呢 我是您的亲戚 来 您好 请问您是 罗总 OK 罗总您好 我很高兴可以认识你 那么这时候呢 罗总呢 我就呢 借了两块钱给他 因为呢 我没有两块钱 所以呢 我就先拿两张 二十块 OK 我就借了钱给你了 借了钱给你之后呢 首先我们假装 洗衣服要二十块 修鞋子二十块 罗总呢 就先给他二十块 您就帮他的衣服 怎么样 洗干净了 所以罗总您现在衣服干净了 您又给他二十块 二十块 他就帮你说什么 修鞋子补鞋了 补干净了 现在咱们 看一下我们的罗总 从头到脚 非常的标准 给这个一件绅士 热烈掌声鼓励一下 好啦 罗总呢 本来从头到脚搞定了 准备出去工作了 知道吧 可是 还没出去工作 就开始有钱赚了 怎么赚呢 因为打算去工作 去赚两块钱 回来还他们 对不对 回来还亲戚 对吧 因为我借您钱啊 我借您四十块 他打算去赚四十块还给我 但是 这时候他还没出门去赚 就开始有机会了 这时候呢 您贵姓 我姓丁 丁小姐 OK 丁小姐一看 刚才啊 罗总给那家伙二十块 那家伙怎么样 就帮他把鞋子弄好了 所以他也决定给您贵姓 欧阳 欧阳 他决定给欧阳先生二十块 欧阳先生就帮他把脚怎么样 鞋子都弄好了 他本来洗衣服的衣服就是好的 鞋子就是怎么样 就是好的 诶 这个时候呢 只是他头发还没整理好了 这时候呢 咱们欧阳先生呢 看着怎么样 罗总 又看着呢 我们的丁小姐 他想说 诶 刚才啊 罗总怎么样 给丁小姐多少钱 给他 二十块 他就帮他把衣服怎么样 弄干净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决定给谁二十块 我打算先给这一位 给罗总 给罗总 好 您就给罗总二十块 罗总负责帮他把头搞定 随便搞一下 好搞定了 好 很好 哎呀 你看罗总做得多好 鼓励一下 各位不要忘记了 刘德华以前就在帮人家剪头发了 今天成为一届国具技星 知道吗 所以各位 任何人都有机会 这个时候你头发好了 鞋子好了 剩哪里还没好啊 衣服 衣服还没好 所以你决定给谁二十块 给丁小姐二十块 丁小姐很高兴啦 你从头到头都好啦 你们两个男的可以出去工作了 可是这时候丁小姐手上拿了二十块 都在想 哎呀 砸衣服呢 本来就自己搞定了 鞋子搞定了 可是砸的头发怎么样 还没搞定 还没吹 吹个马力尾的头 所以决定给罗总二十块 对不对 罗总 把他把头发搞一搞 你看 吹得多好啊 鼓励着 OK 所以呢 这三个人啊 现在从头到脚 都好了没有 好了 就可以出去工作了 钱怎么办 还我啊 谢谢 因为我接他钱嘛 我们给这三个人乐力掌声鼓励到吧 非常快速 各位看到没有 他们在刚才整个过程里面 是不是都做了价值的交换 是还不是 他们就交换了彼此的价值 所以每一个人 实际上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各位请注意 money and you 钱跟你 你要注意一句话 钱就是你 你就是钱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可以决定你拥有什么样的钱 但是你要注意到 你要随时坚守那些应该坚守的原则 你的钱才会存在 否则的话 你以前坚守原则赚到了钱 但是后来怎么样 有了钱之后失去原则了 那么钱就会跟着不见了 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在追求自己的事业成功的过程里面 就忽略到这一点 好 我们再来看看乔吉拉德 乔吉拉德他今天能够做这样的事情